誰決定的 你決定了嗎 你同不同意這件事情 你去參考一個台北車站高樓的 一個單價 作為你招標價格 結果你買的是遠在士林的 新漢士林館底 二樓的豪宅 尾豪宅 你去參考一個 丁子戶的成聲大樓 十八樓的單價 一百三十五萬 來作為你招標的價格 然後買了一個九十六萬 遠在士林的一個尾豪宅 你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令人質疑說 是不是內神通外鬼的量身打造 你根本就沒有一個計畫表嘛 還是說這出戲早就已經套招套好了 你在找果為因耶 你在講什麼 你這樣子撲弄 社會大眾嗎 委員長 主委 關於這個保險安定基金 購買這個偽豪宅的商辦 樂意這件事 自由其實在12月12號 就已經用頭版頭報導 就是關於5.22億買毫半樂意這件事 那施瓊華局長呢 您是保險安定基金的董事 我想問說您了不了解這整個狀況 到底是誰決定說原本是用租的 已經租了13年 現在突然要用買的 是誰決定的 那個局長要說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安定基金 他們因為房子要被收回 所以 誰決定的 你決定了嗎 你同不同意這件事情 他要購買自用的辦公室 這個部分是有提董事會 有一個 所以你也在裡面嘛 你也同意嘛對不對 那主委今晚會因為說這個購置程序合規啦 那我們就來看看到底合不合規 我們看一下他的招標公告 他的招標公告呢 寫明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買這個商辦喔 整個台北市都可以 除了我們內湖不行 全部台北市都可以 然後呢 他要求要在捷運站700公尺以內 我也不懂為什麼要是700公尺 不是500 600 800 要是700公尺以內 然後呢 也限定這個營業的面積 要是500到600坪左右 並且呢 這個招標的單價是參考 重盛大樓18樓的單價 不是參考17樓16樓15樓 一定要18樓 那18樓據我們了解呢 是整個重盛大樓 當初為了都更的一個 丁子戶的價格 高達每瓶135萬 以重盛大樓整棟大樓的行情來講喔 重盛大樓已經31年了 那一棟大樓大概是75到85萬一瓶 你去參考一個台北車站高樓的 一個單價作為你招標價格 結果你買的是遠在士林的 新漢士林館底 二樓的豪宅 尾豪宅 然後每瓶的單價高達96萬 遠高於市價的90萬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這樣子的招標公告 請問一下主委你覺得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量身打造的問題 您垂巡的問題局長可以跟您報告 謝謝 局長您瞭解說這個招標公告 為什麼要這樣子招標嗎 有沒有量身打造的問題 跟委員報告 130萬是因為他們在編預算的時候參考台北市的一些 為什麼要參考重慎大樓18樓 這個重慎大樓18樓有什麼特殊含義嗎 我們去瞭解的結果是 復興商圈等等 你不參考這個單價 你去參考一個 丁子戶的重慎大樓18樓的單價 135萬來作為你招標的價格 然後買了一個96萬遠在士林的一個偽豪宅 你這樣子的一個做法令人質疑說 是不是內神通外鬼的量身打造 除此之外呢 你的這個所謂的招標作業 也有內部人寄資料來這邊爆料 不知道金管會有沒有收到 這是我們所收到的 來自保險安地經濟的爆料 裡面特別提到你們的整個招標的過程 第一個 你們號稱招標了兩次 請問一下這個施局長 第一次招標有沒有人來投標 他第一次沒有人來投標 所以才辦理第二次招標 對那第二次招標誰來投標 第二次有兩家來投標 兩家都是辛漢士林官邸 其中還有一個自然人 那你的第一次招標沒有人投標 第二次招標只有兩家 其實只有一家 為什麼 因為另外一個自然人 因為資格不服也被廢止 他的資格 所以照理來說 你從頭到尾沒有符合三家投標的 這個投標資格 而你就因此開標了 讓人覺得說 是不是就是要給辛漢士林官邸 這樣子的招標作業公告跟過程 引起很大的爭議 那甚至我問你的招標公告在哪裡公告 在哪裡公告 他應該在他們的網站上去 在保險安定基金的網站上 誰會去看誰會知道你要買這個房子 誰會知道有人會去看嗎 這個只有你自己人知道嘛 難怪沒有人來投標啊 偷偷摸摸摸的招標完 然後偷偷摸摸的只有一家來投標 然後就偷偷摸摸的結標 然後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花5.22億買辛漢士林官邸 這引起的爭議真的非常大 重點是我們的產險業保險安定基金 他的錢怎麼來 他是我們壽險業所提供的 他是為了要維持我們金融秩序的穩定 還有我們壽險業 如果付不出保單保費的時候 我們要接管所用 而現在我們的壽險業呢 在這次防疫保單 從金管會當初預估的賠四五百億 到現在已經賠了兩千億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們還砸大錢 然後去買豪宅做商辦 這真的是引人非議 而且還有一個爆料就是說 您的評選委員有規定 要有專業人員至少四名才符合規定 結果你們在這次採購的評選委員裡面 只有三名專家 其他的都不是 也完全違反這個採購的規定 請問一下主委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剛剛講的這些你知不知道 你說的報員 您垂詢的爆料的事情我沒有收到 那您怎麼會 儘管會對外說採購合規 你們都沒有去調查沒有去了解 這整件事情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你們就應該要立刻介入調查 另外呢你們所採購的這家台火公司 原本呢他是虧損上市公司喔 前三季虧損五千萬 結果呢他說要拼轉虧為銀 在你們買下這兩戶之後 立刻轉虧為銀 獲利高達3.1億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還連續兩支掌停板 也令人質疑說是不是有配合 他們在炒股的問題 再來看預算法 依照我們現在的預算法喔 這比保險安定基金根本我們財委會 都還沒審過 9月30號才送到我們財委會 明年才要審的預算 為什麼你現在就可以動支 請問一下主委 王委員這些資料都呈給您了 他不是政府 他是民間捐助財團法人 因為相關規定 民間捐助財團法人 我們依據相關的這個 財團法人預算為獲利法院審議通過的執行 注意事項第四款裡面特別提到 如果在這種情況是要用自酬財源 請問保險安定基金是自酬財源嗎 自酬財源的規定並不是這樣 是你要自己去募的錢 才叫做自酬財源 但這比保險安定基金 本來就是保險業者所提撥的 他不算是自酬財源 照你這樣子的說法 那所有的這個所謂的基金 都可以未審先動支預算 這個就是你的擴張解釋 你為了要讓保險安定基金可以這樣子 沒有 平益中心就不是 平益中心不是什麼 是政府捐助的 但我現在在跟你講保險安定基金 保險安定基金的收入 是保險業者當初為了維持金融秩序的穩定 所以這就是基金 而且也提到說 除了非為業務需要 否則不能動支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筆的動支預算 有很大的爭議跟問題 所以我也希望金管會 你不要再為這件事情護航 應該要查清楚 從整個採購的標案 是不是量身打造 採購的程序是不是有問題 甚至這個投標的公告 跟投標的流程 都有很大的爭議 還有內部人的爆料 所以今天主委你在這裡 應該要負責把這件事情 調查清楚給社會一個交代 包括違法動支預算 這件事情也是 那主委這件事情 你們了解到現在 你認為都一切合法合規嗎 我想委員您 垂巡的有關今天爆料的事情 請您交給我們 我們會照 多久內可以回覆 我先看看爆料的 有哪些東西 然後再確定 儘快給您回覆 儘快是多久 我要看 我要查什麼東西 因為應該 一個禮拜內可以嗎 不是 包括委員 我現在您 剛才垂巡的爆料 好 因為有時間有限 我現在請張兆順董事長 董事長 因為這裡面牽涉到你們兆豐金 說要把這個原本租給保險安定基金的大樓 13年的辦公室要收回 收回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要自用 自用要做什麼 我們銀行的部分要那個 過去13年都沒有需要 現在突然說需要 然後就緊急的通知人家要收回 那你什麼時候要開始自用 何時 我們因為這個租約是今年年底 12月31日到期 那我們在連初就跟他講 說我們到期要自用 所以我們 你們什麼時候要開始自用啊 我們收回來再自用 明年 你這一副好像 無聊無聊的樣子啊 人家因為你被迫搬家 去買了一個偽豪宅商辦說 欸房東要趕人 所以我被迫要趕快去找房子 主委到期當然可以收回 你怎麼會這樣問 可以收回 是可以收回 但是如果你沒有急迫的需要 大家都是可以討論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問你說 你有沒有急迫的需要 要馬上使用 當然有急迫才會 怎麼時候要開始使用 所以我剛剛問你 什麼時候要開始使用 我想你 你聽我報告完畢 什麼時候 我們在 租約在12月31日到期 那我們在連初就跟他講 我們到期不續約 這個很合理 因為我們要自用 什麼時候要開始自用 我現在問你 好 那就明年收回來以後才開始自用 明年 然後這中間 他說他有一些困難 所以明年 希望 所以我們他是租7樓跟9樓 所以我們9樓收回來 我們7樓他說有困難 我們還是 再加延足一年 好 那你9樓什麼時候開始使用 明年的1月1號 今年底收回來 你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正式使用 我現在問你 我馬上要用 馬上是什麼時候啊 我要中房啊 中房要多久 我怎麼知道 對啊 所以你根本就沒有一個計畫表嘛 現在大家就問你說 你這東西真的有這麼急迫 如果有急迫 你早就規劃好說 我要做什麼用 什麼時候要用 還是說這出戲 早就已經套招套好了 大家的質疑是這樣 所以你為了杜絕爭議 你要告訴我們說 我們現在的規劃 要做什麼使用 什麼時候開始使用 我不是提早跟那收尾 我是租約到期的時候 有什麼不對 租約到期也可以繼續續約啊 為什麼一定要收回來 你一定有 你一定有必要 我為什麼一定要繼續租給他 不是 你一定有必要性 因為你已經租13年了嘛 有沒有必要性 我們判斷不是你判斷嗎 不是啊 那你要告訴大家 你的必要性在哪裡啊 不是說沒有必要性 然後我今天只是為了說 收回而收回 然後讓我們保險安定基金 有一個理由 去買一個偽豪宅 這就是這整個案子 最大的爭議 不關我們事 我們執行合約 好 我希望這個董事長 你能夠把這個收回之後 半年內能夠使用 可以嗎 做得到嗎 沒問題啊 沒問題啊 好 我們等著看 拭目以待 來 看怎麼使用 那黃主委 因為這個案子也請你要調查 我們希望一個月內 給我們回覆可以嗎 請委員交代 您的那個爆料資料都完整給我 我們會盡快回覆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啦 就是關於這個 資產重分類這件事情 因為我請你們回覆說 是不是這些資產重分類的 受險公司 產險公司 都有召開董事會 結果發現呢 竟然只有一家南山銀行 有召開董事會喔 南山 其他呢 五家都沒有召開董事會 全部都是管理階層 合決辦理 請問像經營模式變更 這樣子的案子 是不是需要董事會同意 都你來講一下 報委員那個公報是說 管理階層跟會計是共同討論 那就回到他們的分層負責 看他 我現在問說經營模式變更 到底是不是需要經過董事會決議 還是說只要管理階層 合決辦理就可以 這到底是不是一個重大事項 關於公司變更 那就是依照他們公司的分層負責 明細表去辦理的 我現在問你主管機關的態度 如果你認為這是一個重大事項 需要經過董事會決議 那他就必須要有這樣子的一個程序 而不是說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管理階層是誰 誰是代表那個管理階層 所以才說他們要依照他們的那個分層負責 明細表有誰決定 他們上面寫的有誰決定 就依照那個去辦理 好那我現在問你 剛剛講那六家嗎 那經營模式的變更 你都有去看過他們的分層管理的規定 所以其餘五家都說只要管理階層合決就可以 其實只有南山金控必須要是由這個董事會同意 是這樣嗎 你有了解嗎 我沒有請會計師提評估報告來 他們說沒有問題 所以是會計師的責任 不是你們的責任 現在問題就在於說這件事情誰要負責 然後所謂的經營模式變更 到底是變更了什麼 就是資產分類 資產重分類 資產重分類是一種變更嗎 資產重分類是果 因為你的經營模式變更 你才能適用資產重分類 我現在問你資產重分類 適用之前的經營模式變更 是什麼模式變更了 那就是把它原來放在OCI的 這個是會計制度的變更 我現在問你說他們到底做了什麼 經營模式變更 需要董事會的決議 需要管理階層的合決 是做了什麼經營模式變更 經營模式變更 就是他把債券持有 改變成持有到期日 這樣的一個經營模式 你在倒果為因耶 因為他經營模式變更 他才能適用資產重分類的IFAS9 結果你現在告訴我說 因為他把OCI改成AC 所以他是資產重分 你在講什麼 你這樣子糊弄社會大眾嗎 糊弄 今晚會能不能專門給 最後那個局長在親自跟您報告 可以嗎 好啦 因為時間到了啦 我最後最後啦 因為這件事情喔 最後只裁罰公司行為負責人 我不瞭解說公司行為負責人 是指管理階層嗎 還是指誰 對 就是陳述一件都是董事 就是指說合決的那個人對不對 所以誰合決誰負責 一家公司的經營模式變更 會計制度的改變 一個人就可以決定 然後那個人負責 指罰那個人 這樣子的做法大家能接受嗎 我們會這邊給高委員一個特別報告 好不好 謝謝主席 謝謝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 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 好